Shoot 這個字呢 OO 發成長音的 U 音 SH 發成 SH 整個字 我們就練成 SHOOT SHOOT 那 SHOOT 這個字呢 只有一個音節 它的詞類是一個動詞 我們中文翻成快速移動 好 所以我們來看題句 The dog shot across the road and was almost hit by a taxi 好 他說呢 主詞是狗 這隻狗 SHOT 就是我們這邊 SHOOT 這個字的過去式 它這邊呢 表示快速的移動 英文就念成 SHOOT 好 移動 移動哪裡呢? across the road 那across the road across 這邊指的就是橫越的意思 橫越馬路 Anna was almost hit by a taxi 好 各位看到這邊有個 was hit 這個 hit 這邊特別要提醒同學的是 它是一個被動語態 那 hit 原本的意思呢 可以當作大或者是急 那這邊指的是被撞到的意思 被什麼呢 被一部計程車撞到 英文就念成 BE HIT Be hit by a taxi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例句 第二個例句呢 是當作 SHOOT 如果它當作急務動詞的時候 我們中文呢 可以翻成發射或者是射擊 好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 The hunter shot her gun when she saw a deer dressing in the woods 他說 the hunter Hunter 這個字指的就是獵人的意思 Shot her gun 注意喔 這是一個女性喔 她呢 開槍 我們開槍 SHOT was gone 我們英文就念 中文就翻成開槍射擊 英文念成 SHOT was gone 好 在什麼時候 它開槍射擊呢 When she saw a deer resting in the woods 當她看到呢 一頭路 好 DEAR 這個字的意思 我們中文翻成路 這個路正在幹什麼呢 Resting Resting 我們中文就把它翻成休息 在什麼地方休息 在樹林裡面休息 Word 這邊指的就是樹林 不要忘記囉 樹林裡面的樹很多 所以呢 你一定要加上一個S 好 所以這個 SHOOT 這個字 當作動詞 快速移動 當作急務動詞是發射 射擊的意思